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费尽心思才把我的无人机捡回来 然而刚才对面的人冲着我们喊 告诉我们今天晚上会暴雨 让我们不要在这停换一个地方 我把天气预报一看 果然是终于加暴雨 我们现在的位置太靠河边了 万一发生的话会很麻烦 跑都来不及 对啊 我跟小郭纠结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下定决心 走吧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那边 按我平时的判断呢 就是说这个地方平地上面草能长成这个样子 基本上水就淹不到 如果水经常淹这个地方的话 那草就完全没有了 就跟那沙滩一样 但是呢 我中午剪柴火的时候我发现 这些个垃圾 这些个树枝 能卡在这个位置 就说明水长到过这个位置 那明显这个位置已经比我的灵开高了 所以呢 冒不起这个风险 万一是大陆暴雨 然后一阵山洪过来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你跑都来不及 这边就是山 这边就是河 然后呢 路只有那么小 我们来的时候车底还蹭了一下是吧 所以我就决定挪地方 下雨了 是吧 嗯 又开始下了 而且在我们来的时候 河对面那个地方其实是可以挺困的 而且离大陆很近 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我们自行式房车也不用管 油门一扭 车一打招 现在又窜了 对吧 现在呢 这个地方 太难逃了 所以我们现在收拾一下 换地方换到河对面去 这种账 我美太美了 舍不得 实际上是啥子 走走走 行了 明天大雨一结束 你要想回来它再回来 我看了 今晚到明天全是大的暴雨 那就挪呗 对吧 就不能再犹豫了 再犹豫一会雨大了 咱还走不了 走走走走 湿的 前程了还得亮出来晒 里面好多水 是啊 还得滴 快快快 雨晕下就大了 最后一件事 垃圾装上车 换鞋 走 又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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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越来越大了 我真的舍不得这个室外考远 我也舍不得 我也小心说 哎呀 我都把抽在果汁脸上 已经抽了一下 然后待了两天 就我们一个车 一个人都没见到 哎 见到了 一个放羊的大哥 其实我最怕的是这个 我怕这个一下雨 这个涨水 我们过不去了 走走走走走 你这会儿越来越大了 小心小心啊 那边肯定会蹭一下 哎 今天还好 没有蹭 那天过来的时候 就把游户边给蹭了 我特别怕这块 一下雨涨水 那就玩独自了 那我们就困死到这里面了 所以赶紧跑吧 看还有这地方 小心踏风 这要是一路一段 我们俩真的玩独自了 哇 就怕雨一下大 然后就大规模的再一下 对 所以必须得动 安全起见必须得动 这就到了 新的营地就到了 比我捡飞机还要进得多 这个地方河岸比较高 所以这边是安全的 而且离路径 有了什么事 投一掉对吧 他就走了 不像那边都是小路 不像那边 那小的滑坡把你卡到那 想走就走不了 老郭去勘探一下地形 好了 我们把车就停在这了 这个地方要比河岸高很多 另外呢 看过去跟那边的房子的地基 都是一样高的 所以比较安全了 而且旁边都有房子 哪怕是发生了紧急的事情 我们直接一左打就走了 很方便 比那边要强的多 心里也踏实的多 马牙 越下越大越下越大了 这是一曲美妙的乐章 看来今天真的有暴雨了 好在我们俩挪了 要不然的话 这会儿心得多慌啊 对是呢 开灯开灯开灯 啊 又开始下雨了 雨又下大了